用一些不太长的时间 讲讲金价和有 因为这两个都在动荡社会上 很容易看到有所不同 或者反应会有些不同 我们看金价和有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画面上的这幅图 这幅图是新闻报道 访问BBC 访问塔利班的发言人 当然发言人只是听领导说 泰国发言人说 如果8月31日美军不能全部撤退 就会有后果 这个后果当然是严重的 但后果是什么呢 问这些发言人 发言人会听领导的决定 在这方面来说 你明白到 现在8月23日和8月31日 距离很近 所以在黄金的价格方面 看到原油立刻在昨天是弹升的 而这个期金 12月期金也会是弹升的 变成了 只要这个局势动荡下去的话 金和油是会有反弹 现在的反弹是会有反弹 这方面也会影响到 这个股市 所以在未来七天里面 大家要留意着 期有期金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美国他8月31日 是否真的全部撤走呢 他撤走了之后 那特利班和他又怎样 去有什么 negotiation 有什么去 大家研究呢 这方面我们拭目以待 好